好 回到第二集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說這個MARTI 然後中間大家很奇怪為什麼有一個角色好像不見了 就是阿里巴巴的角色 好了 不要緊 因為之後 根據皇帝國說完之後 就開始跳到第二個比較重要的故事 就是巴里巴德 王國的片 其實我剛開始這樣看到 阿里丁他會不停是 他們兩個分開了之後 我剛開始有個想法就是 他的故事會不會是阿里丁會不停去找一些王的候選人 然後因為分散了 人家都專一的 不會鬧情 當然你說這個故事沒有寫得那麼龐大 最終我們回到回到阿里巴巴出身的國家 開始報返前面有一個 為什麼阿里巴巴會知道那麼多東西呢 適王公劍屬就是這裡 原來他是巴里巴德的三王子 就是和平民所生 他父親逢長作慶元之後 就等他在這個貧民區 然後跟著就覺得之前那兩個兒子 就不太好 你看樣子就知道 一個扁的一個肥的 一個圓的 什麼叫一個扁一個肥的 大哥圓的 那個弟弟扁的 尖的 你沒有見人在19號嗎 人家有核彈的 不要管 那是不是 那個大兒子不長 這個小兒子沒有什麼 就想找個小兒子回來 就是 就這一個故事 就是當年阿里巴巴出生 當然阿里巴巴 只要喝了酒,阿婆都可以了 碰到這位角色,然後就開... 他不是全裸的嗎? 是,碰到他那一塊葉的,人家會自重 結他太老闆,繼承者 現在已經被母子團騷擾了 負資團的中國做甚麼呢? 劫富製貧 搶有錢人的東西,分給窮人 這個時候,七海牛郎跟政府有關係 不是,他不是他,因為他本身... 辛巴勒本身他小時候是受了這個國家的阿里巴巴的防禦 教導他怎樣去治理一個國家 所以他覺得他應該有責任在這個國家 現在有危險的時候去幫這個國家 剛才經過一場交易,我幫你對付母子團 教練的母子團 這個時候才知道母子團的首領就是阿里巴巴 簡單來說,我們要集中一點說 我們要集中一點說,就是國定阿姆 那些是既有的關係 卡斯姆,他希望利用阿里巴巴的... 他的... 聖位的名義,那個王子的身份 你可以說利用他的地位 可以確立母子團作為一個... 正統 應該說在平民眼中就說,這個國家已經這麼腐敗了 原來王族裡面還有一個希望的 就是阿里巴巴 同時依然說,腐敗到連王族也要造反了 因為王族是一個比較好的出口 即是你走投,你造反,誰不認識你 但你走投,原來是三皇 這個國家的三太子 歷史上很多都是這樣 即是,像一單以前的鵬捧過皇帝羽出來 這個皇帝BB說是大頭 這次不是BB,這次是成年人 沒有東西的 你叫皇帝BB 即是奪你的為,拿你的號召 沒有東西的 當然,你說阿堅胡那個角色 其實都是阿里巴巴的意思是拜刀的名字 這一節最主要是說,這個國家 即是借慕子團事件 其實說這個國家究竟有多麼腐敗 即是怎樣去不理人民的死活 即是貴族只是為了自己享受 這個豪華的生活 酒池玉林 而去犧牲了整個國家 甚至賠了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在所不適 總之,我就是要豪 經濟方面怎麼賠呢? 這就是關乎皇帝的經濟政策 其實這很值得說 其實這就是清朝的 不過清朝就是賠款給人選國 他自己給人 因為通常說話比較少說這件事 平常說話入侵,武力入侵 但這跟皇帝的經濟入侵 他是用他自己的銀子去取代你國家的貨幣 其實是甚麼呢? 將這個國家的貴金屬控制住 然後跟著就有些就是 所謂,大家都知道 所謂的銀子的東西 其實是一種信用的交易 即是我信任你的國家 好,簡單,簡單 現在銀包拿一張20元出來 不是用20元,只是 此券是代表你支付了20元港幣 即是我記錯了 即是他的物值 就跟他的貨幣 真正的紙 這張紙 價值是不相等的 即是等於說 古代 即是近代 用白銀的 因為你是真的計算多少 兩百銀 但他可能會有銀票 銀票只不過是一個 換成多少斤白銀的一張收據 同樣道理 現時所有國家流通的貨幣 就是因為你不會太多 實物的金屬出街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簡單來說就是他用一種虛擬的經濟 去取代你實體經濟的貨幣 Margie這個故事裏面 其實他很多時候都會 最終最大的陰謀 其實是涉及一些國家層面的 政治體系或者經濟方面的東西 去著手 當然 你說他是不是說得很親密 不算濕入 而且很多時候 他說的問題其實是沒有解的 是根本主角是在那個時候 解不到 那麼短的時間裏面 是沒有可能解到的 就好像 最正正就是 好像今次你說 阿里巴巴這個國家的例子 就是 已經是被 皇帝國的銀票完全侵入了 其實他不僅侵入了 他連所有通商 碼頭的貨幣 所有的國家 有的權利 土地 都換得錢的東西 都已經被他去賣光了 即是港口的使用 通商 老拳 像清朝那樣 什麼碼頭 關稅被控制了 關稅總稅務司 我先不理會 中間裡面 他戰鬥方面的東西 其實以這個故事來說 其實他 唯一你說 少年漫畫 始終你可以說 他不講得太深密 他最終是用一些 大異林研究 好像沒有什麼實際用途的對話 不負責人家 扔下了給日七開建律 搞 他就回到那裡 皇宮去玩吃去吃 他最終 你說 這個故事裡 他最終的解決方法 其實就是說 因為這個國家的禍 已經失勢 已經退位了 所以他答應了他的事情 不是 他不關我事 不是 他這樣說的 和你皇帝國簽訂契 又說賣關稅給你 究竟巴爾巴德王國 但現在這個方法叫巴爾巴德共和國 不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不勝利 他這個方法就是等於什麼呢 近代都是一樣的 我現在是一間ABC公司 但是我破產了 我又在同一個地方 建立同一個名字 但我現在叫ABC有限公司 是 但是我們是同一個人 但是我們是兩間公司 你這樣應該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錯了 他剛才沒有說有限公司 他的註冊股本是無限的 他可以賠錢賠到趴在那裡 你什麼叫ABC公司 變成ABCD公司 不是 正常法律來說 ABC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一個法人的團體 他當你是一個組織 一個承認的人物 你要明白 為什麼我剛才會這樣說 無限公司 最後賠錢的人 是老闆 所以 如果要錢 你要找個肥仔賠錢 他在那裡 他就退了位 他真的是那個國家的王國 但是 我跟他也有些關係 但是我是這間公司的 我是股東 我是有限公司 我限公司是那間 你找那間賠錢 你找有限公司賠錢 為什麼呢 因為公司你告 不能告老闆 你只是告公司 然後他註冊股本一元 你就拿回一元 所以他破產 你沒有的 你就抓他去做苦工 看你抓他給了一年 做藍鴨 那抓他去做什麼都不要緊 但是 賠錢的傢伙是他 那個無限公司 我現在是有限公司 這間 之前簽的那些不關我事 現在沒有錯 我所有的資產 都在你手 但是 他答應了一些 那些不關我事 還有 阿里巴巴拿著的條件 就是 其實 你也是看中了我 國家 有利的地理環境 說 一客兩散 大家沒有好處 我現在不是不給你權利 我肥地照放給你 但是 你要承認 我這間有限公司 是啊 國家層面的條件 其實最後都是講壓力 不是公司 公司講法律 大家講壓力 不是講實力 那就是壓力 因為其實 他講到 其實那位已經是 這個國家 已經完全被皇帝國去控制住 這個國家 無論任何的皇族 他們都是無權作主的 因為所有實質的權力 已經掌握在皇帝國手上 其實軍權不是的 沒有意思 經濟方面 他應該說 把整個經濟命脈 壓住了 但是 無論說 民心 或者 這個裡面的軍事 好像剛才 IM所說 他是控制不到的 因為 實際 名義上 這個國家 始終還是 他們自己握旗 你剛才分析過 即使你皇帝國不跟他派兵 打 一例路途遠 乘船 以前是船 民兵太久 其次 這裏又是聶北山彈 被打完之後 又派兵又浪費錢 沒有那麼多意思 所以跟他講和 加上七海聯盟的後台 撐著 其實對港和有這個條件 最終的條件就是 七海聯盟那邊 即是說 他們其實和皇帝國那邊 在勢力方面 大加分上下 而 而 本身就是阿里巴巴 他們這個 帝國 這個國家 不可以是帝國 他們很小 其實 在地利和義環境上 他們和這個七海聯盟是超近 因為他們是港口 他們是港口 他們是超近 如果你說皇帝國打過來 打不贏嗎 未必他們打得贏 但是 花費和你說是 匯報 匯報 是不是成正比呢 不著數 其實 當然 拿著銀子那班 不知道 很奇怪那班 那班人 他們覺得 真的很奇怪 他們覺得 緊不得 搶了才說 因為對他們來說 我搶到手了 快肉 咬到嘴邊 你現在才抹著你 那就比較扣口 當然 我覺得這一字 當然你說阿里巴巴 其實是靠空的 大家都是 靠客 正常 魚爺 第二個扁的 第三個 正常少少少 韓酸 而且那一刻 他是看中了阿森巴巴 對 人家關節有問題 要吃七海健樂 現在常常吃什麼 吃肥仔 雖然靠客 但問題是皇帝國無心戀戰 那個代表 是雖然 雖然 那一刻 根本是靠打 因為那一節 最終是說 他打贏了 即是他 他打贏了 軍民 全部很齊心 意向是傾向於阿里巴巴 所以 在這個時候 他的想法就是 先答應自己 我回去 你看到等我 我回去 我回去 他的打算是這樣的 而你說這一節 你說有一個 叫做 起伏位就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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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是 誰那麼便宜 其實他是想完全推翻 這個皇國 他要報仇 不是 他想自己做 不是 他要那些 高高在上的 王作 他要還回這下英勇的 他覺得就是 他的理論是說 你說現在改革 之前辛苦的 之前大家受過的痛苦 人們受過的痛苦 因為現在 終於看到曙光了 是不是不用計數 不像 他不是那麼偉大的人 他只是為了指令 神報仇 他為自己報仇 不是為人 所以他煽動的時候 就是說什麼 是不是 你現在給到一節 你現在 你之前不斷打我 我給你一百元 你覺得 哇 這個世界真的不好了 是不是 獨打你那件事 是不是不計數 他的理論是 你錯過就是錯過 我現在就是 找回你錯過 錯過那件事 我告訴你之後 你多好也好 不關我事 他現在是要 即是叫什麼 我擺明是記仇 我小氣 可以報仇 我可以想你 這樣 當然 你說他這一節 其實 他最終都是叫做什麼 其實 某程度 他是試電阿里巴巴的 其實 不是 整隻波 其實他還要帶了一個 他的內心深處 其實是 想阿里巴巴做的 機油來的 某程度上 就是 他希望 他可以 跟阿里巴巴 因為其實 阿里巴巴 最終他回到 他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 他想他自己做到的結果 但不是 如果用那個角度來講 他眼見到那個結果 就是 為什麼阿里巴巴 跟阿拉丁在一起 阿里巴巴不要我 這樣 不是 他以前以為 小時候出生 都是貧民區 那很奇怪 為什麼我出生 我爸爸 那樣 他一開始會覺得 為什麼 作為一個 貧民 你還說什麼 人意道德 說那麼多人意道德 你搞定你自己的生命 才算 後來知道 原來你是王子 我出生已經不同了 原來就是 泥 始終是泥 黃金 始終是黃金 你是李嘉成的私生子 我有錢 但黃金不是糞 為什麼 不要繼續 那他看到黃金 就是糞 那泥應該更厲害 那些 其實你說這兩個 那個關係 他覺得 他始終不認同阿里巴巴巴 因為他不是 不認同他的理念 他是不認同王族 出生 不認同王族身份 他就說 你王族 你說什麼 你也有道理 好像近代 你的出生成份 有問題 你出生如何 你的日子 你的日子 他會看到 阿里巴巴 就是因為他是黃族 所以 他會覺得 所以他有這麼多奇遇 他可以最終覺得這樣好處 而我呢 我因為是一個老大 還要說 媽媽是什麼 爸爸是什麼 老大是壞人 我出生那一刻 已經沒有了未來 他還絕望過絕望先生 那應該叫他買保險 可能會是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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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形成一個對比 他其實在故事內 他不認同阿里巴巴她所做的事情 他某程度上覺得 就是 阿里巴巴 尤其是在 abandoned 尤其是在 About 番 我不知道 跟 Not 番 他一開始看到 阿里巴巴 創造了光景 軍民一心 那一刻 我認同他那時候 他是做到一些 他想做到的事情 但是他是做不到 所以其實他 跟著就說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阿里巴巴巴都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說他為他私利 他不是為人民 他說我不服你 我不服你做到事 我必須先把你罵 他一直咬住他的心 不是咬住他的理念有多天真 咬住他 你是王族 就是因為你是王族 換住他做到他不會有話出聲 可能他身邊的朋友做到他不重要 因為做到的是三公主 阿里巴巴做到 阿里巴巴是王族 你好東西 你是皇帝先生 你做得很正常 我就不妥理 我就不妥理 而那一刻就是 為何阿里巴巴可以這麼順利 因為他這麼順利進入皇宮 你一個一般人 未進入皇宮 就被人捕死了 人家有出聲的關係 一他是三王子 二是七海建樂 三是拘捕了那些人進去 他弟弟是二哥大龍通進去 現在二哥有關係 協助這個 如果說他進去就進去 他就不能打死 我想問我吃必利桶可以不可以 當然你說這個 這個其實是在這一節的故事裡面 最主要是帶出不同的出生 其實做朋友 這方面 剛才跟我們之前所說的 政治方面的角力 當然你說 你講了什麼 少年媽媽當然不能少戰鬥 還有就是帶出了黑王這個設定 黑烏法 烏法 烏法 即是一個秘密組織想搞亂歷史秩序的 一個不知道什麼組織 白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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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白魔星 帶出這個組織出來 即是這個真正所謂的幕後黑手 我們偉大的父親 當然你說這一節裡面 最終的結果就是 烏哥就 被洪玉搞定了 他被洪玉搞定了 是烏哥嗎 是的 傳傳現在是一個洪玉筆 打著打的 不是 他跟裘爾特打了半天命 不是 他跟裘爾特打了半天命 跟裘爾特打了那時 其實已經是甚麼了 然後就因為這樣 而跟阿拉丁的連結 就 撕斷了 其實他用了魔力而已 不是 烏哥就用了所有門 留給他的魔力 是簡單的 因為原本打了以為烏哥是 跟阿拉丁的魔力 不是 他自己獨立國人 都很怒氣 他不關阿拉丁的事 不是 烏哥的行動 不是受阿拉丁的魔力影響 也不是受他控制的 他只是用一個動力爐的 他的僱主是另一個 他只是外叛 他只是外叛了給阿拉丁用的 責任不能外叛 所以你見到那個人 一見到他 為何他還認識好 那天他幾分就說 原來你是外叛商來的 你還可以外掛啊 那沒問題 他死了不掛是外叛的 記住不是contractor 最終這件事件 和說到就是 魔裝的東西 帶出另一個設定 全身魔裝 阿里巴巴的魔裝 即是他們說 成為了迷宮攻略者 所擁有的特殊能力 除了金屬器之外 就是將金屬器的魔力 如何鋸燃在身體上 最強當然是全身魔裝 但是他就不斷 他只能夠做到部分魔裝 即是只是把劍 以成暗門之境 動畫版有一個明顯一點的 你會看到他的手 是出了黑色的東西 紅筋 漫畫就沒有那麼誇張 漫畫黑白就聽到 所以就 手是黑了 你會看到他 我某程度 即是去到就算 戰鬥派 開始變戰鬥派 我蠻喜歡這個段落 因為其實就是說 你有 五雄角度的戰鬥 你會有 就是看著主角 尤其是阿里巴巴 阿拉丁是一個戰鬥派 還有最後可以大絕 最後我突然開GNOG 大家互相瞭解 OK YEAH 其實我覺得他鋪得不錯 他一開始已經出了最強角色 就是七海 七海的俄羅 定了什麼叫最強 最弱就是阿拉丁 不是就是阿里巴巴 定了最強最弱 中間的人戰力分配就比較平均 Mogianna呢 金屬器 你看到現在最新年載的強弱比 其實也沒有給他大變 至少在這套漫畫裏面 他沒有很多 很臨時 根據暫時說 根據故事劇情而 最佳的一些設定 沒有 始終都是 說的是魔法師 即是阿拉丁那類 還有普通 你說像之後的 去到 辛巴達的王國裏面 那時候就是說 魔法師 發人宗 最簡單就是 魔法師 然後有一個王 金屬器 這個王下面有些是 絕術器 你們說錯了 魔法師 跟Magi是不同的 Magi是最上位的魔法師 因為他有無限的魔力 可以使用魔法的質素來講 就是Magi和這個魔法師 而他們 理論上他們是用不到金屬器的 Magi用不到的原因是因為 他根本不能被魔神承認 因為魔神是不需要承認他的 他是大陸 他是個大老闆的朋友 而魔法師就是因為他會用魔力 而他會跟金屬器相衝 所以他們不可以用 而 迷攻攻略者 當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他講過的 就算魔法師攻略者迷攻 也應該不會選他 魔神也是不會選他的 所以魔法師來說 就是浪費你了 我攻略迷攻你 所以這個設定是很明顯的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王 給金屬器 就是他們迷攻攻略者 主體 主體之後他們還可以分出力量 我實在不知道是不是他們都像阿蒙那樣 就要分出力量 不是啊 好像誰 後來有多產的 多產的 可以不停刪掉 那阿蒙就不好意思刪掉了 人腦 哈哈哈哈 Manual Pause 那這裏就是說 捐屬器就是 金屬器的能力 魔力分出來 分出來 還有就是 你會看到就是 他這裏做了一節 其實你可以說 其實他說白人中 可以說改變 而且說協助 曹操 辛巴達 辛巴達 那幾位的 就是為何在 剛才那個故事中 裡面用到 因為 如果王 不見了金屬器 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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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金屬器是不能夠發揮能力的 即是你的拖板 大鍵是拔掉的 拖板插著那六個鍵 都是沒有用的 沒錯 我覺得很合理 剛才說到 強弱設定了 辛巴達最厲害的 Credo 辛巴達全部玩完了 所以開頭千里一他沒有金屬器 他的拖板就沒有能力 他的拖板就在 他的王那邊 就不能練到書 連了孤立的環境 可以等故事 如果他那一刻已經有了 我就玩完了 對啊 玩完了 就被人了殺了 武士團那邊就已經是 我覺得他這個處理不錯 將強者削掉 二路都不是完全的 其實這個就是為劇情需要 但是你說 至少去到現時位置 漫畫版來說 他都沒有超越那些東西 就是最強使用金屬器的方法 都是全身武裝 而不分就是 極具大魔法 鍵屬器也好 或者是 你是金屬器使用者 都可以令到自己全身這個武法 鍵屬器應該不行的 但是當時的動畫 現在去到阿里巴巴的篇 阿里巴巴是做不到的 那人家要練功的嘛 他充滿藍人的地方 他在這個段落都說的 因為阿里巴巴的魔力 其實只是比正常人高一點而已 即是要訓練完了 所以打跑了 我覺得無論自然是 自於賣畫出來就很頂 魔力厲害很多的 而你說去到這一節之後 接著就是講回 就是辛巴勒王國那邊的 搞定了巴伊巴德這邊 其實這個就是 動畫的第二鬼了 所謂第二鬼 當然這個開始之後 動畫的一班 其實改了很大的 就開始是 主要是山鴿 去到後面就真的改了 我很不滿意 現在會改了阿里巴巴 變痴肥那一集 沒了 那些搞笑而已 那些搞笑而已 搞笑回來了而已 其實不要緊 Elizabeth的時候 她一向都保留在這裡 她們阿蒙山仔那一幕都沒有了 我真不開心 我想你如果聽你這樣說 她應該將很多漫畫版的搞笑 因為你見到前面 她真是鋪到 但我想問先 在漫畫版裡面 經常會出現的情節就是 阿里巴巴和阿拉丁去妓院 有啊 我不是說Elizabeth的時候 繼續保留在這裡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阿拉丁對大的球形物體 是很有好感 阿里巴巴對大的 是很有吸引力 我不知道會整個Mass 既然是有做的 照足了 即是說前面就算是 阿里巴巴那片 也算是跟著馬馬 還有她那個療傷 那個 剝了褲子 然後霧子安仔進來 啊 你見這些 她不是說不能放的 但是她在後面 真的只有她整個季時間做 但她不會放進去 她沒有剪 阿拉丁 看到師傅 是衝上 很大的胸 那些沒有 其實這一節最主要就是 介紹這個七海聯盟之首 七海建律的國家是什麼樣子 有名七海建律的牛郎 還有 GSK 是的 還有算是一個 煉峰修行篇的中段休息 因為前面的巴爾巴德 算是一個比較大的段落 應該在前節裏面 其實都一直在說就是 阿拉丁 阿拉丁和阿里巴巴都是一個 都未完全掌握到他們的能力 那阿拉丁的問題是什麼呢 Juda有說過 另外皇帝哥哥Magi 就說 哇 你搞這麼大的東西 原來你都是不會用魔法的 因為譬如說 巴爾巴德 他是用兵魔法的 Juda 但是阿里巴巴 不是 阿拉丁就只會 把能量 以魔法 即是Heat Transfer 其實就沒有了道 他那些能量 是用能量的形式去釋放 就不是將他那種 轉換成 魔法 總實質的威力 他純粹是將魔力 就這樣放出來 開閘放水 然後噴一聲 就像你的電腦後面很熱的感覺 就不是那些電插 不是他整部電腦扣過來 一扔過來 其實因為本身 你說在施政上面 金屬電腦的解釋已經足夠 但是在魔法則方面的設定 就開始解釋了 他從這個故事電腦開始 就是他要解釋 因為本身就是 因為阿拉丁已經沒有了WUGOR 這個這麼有力的武器 就已經沒有了 坦 沒有了一隻坦 魔法師沒有了一隻坦 所以他就要去鍛鍊 如何再運用他的法術 於是就跟了師傅 我經常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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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jiana也有的 都是跟他同族的 不說話的金剛規格而已 人家很浪漫 當然這一節還有的就是 剛才我們一直說的 抄開牛郎 真的被 那個沒有格格 你不用怕 被捉奸在床 之後就要 三公主 紅玉 紅玉公主 不是這段是說 皇帝國那邊 白龍和紅玉公主 走過來 就說要求學 因為本身就是 阿森巴達過去 就為了 阿森巴達的事件 就跟他們去做談判 談判完之後 然後就有某一位人兄 就為了 三位煮成熟飯 就把公主推上去 說 秋玉建樂在床上 現在他因為七海建樂的 我即是太過劣化 只要這樣找到他 阿婆也想得到的情況之下 所以沒有人會相信他說的話 我不會需要清白的 那一段 你說 搞笑回 當然是搞笑回 還有就是 他鋪排就是這個角色 白龍 不是 鋪排 阿森巴達這個角色 除了你說他 他可能說他挺有智慧的一面 就是他這類地方 他本身的性格 不是啊 正常 因為胡迪的角色 要給他一些缺點 這些不是缺點來的 去一去旅行 就多幾千個老婆回來 不是 但是那一節 作為前段那麼嚴肅 因為他又死了幾個角色 就是阿烏過又 死了幾十人 人家消失了 但是虛了死了幾萬人 這很小事 就是他作為中段的調劑 而且他帶了另一位新角色 白龍 練白龍 練白龍 求學 不是求分數 其實他過來就是因為說 黃帝國談完店數 七海見諾那天就說 我派我的王子去你那裏留學 其實這裏說的就是人治 所謂交換人治 但我不是換了七海牛郎那裏又被交給他 沒有的 不是他這裏其實是叫做什麼呢 當談好了數 其實你 我怎知道你會不會反後 他那裏就說 我兒子多女多 沒有所謂 整件過來給你 派你這裏就說 美其明為學習 實際上為人治身份 就是有足前台 還有我講過的白龍 其實是他主動提出華想去那裏 那裏也會看一件的 這裏他有提示過 其實是黃帝國那裏 和答案星陣 有少少奇怪的關係 還有白龍想推翻黃帝國的 他小時候發生的事 還有這裏還帶了另一個 迷宮公務者設定 也不知道是不是設定來的 總之就是辛巴達 就不可以再攻擊迷宮 因為他都有七個老婆 因為他攻擊迷宮 龍珠閘就有七個就夠了 你多少個啊 那裏有八個的 那裏小寶是沒有大八個老婆的 是呀 除非是當澳拜都是 七個夠了 知道嗎 就是說他就是說 因為他攻擊了七個迷宮 他怎樣打人都不相信他 好像他是進不了迷宮 迷宮不再讓他進入 我們用剛才的考試理論就是 當人知道就是說 喂你碩士 甚至你博士級 然後你說你考回考 不好了吧 那就是哪有這麼搞錯的人 就算他拒絕門內 就是說如果你 廢舉開不了怎麼辦 你考一定是10A的 那不用玩了 那當然他這裏的設定就是 本身這裏的故事就是 他們再找到一個新的迷宮 就派了白狼 阿里巴巴和阿拉丁 羅里巴巴和阿拉丁 四個人就去攻略這個新的迷宮 就當是收藏成果的反應 那時候又會見到他的哥哥 就是一個胖 一個圓和一個扁 但是你去到這裏的反差很大 他哥哥的知識都不差 人造又是19號都會買徐士明彪 他哥哥哥 無關事 可以這樣說權力令人腐化 即是當年阿哥 不要理會什麼身材 都像有學識的青年 都說坐在華帝位坐太久 就變成這樣 權力使人腐化 你講的 權力使人懸化 他本來就是懸 那你又不理會他本身材是什麼 其實《攻略迷宮》那段 這一節最主要是他介紹白龍這個角色 公主抱 還有他的不中容 他給公主抱 他一開始就覺得就是阿里巴巴 本身阿辛巴達說叫他向阿里巴巴學習 因為他們的處境很相似 就說應該你可以在身上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B.L. 又有B.L. 因為不是白龍之前的三位 攻略過也不是那一次 所以這次第二次 加上他有金屬器在手 完全沒有難度可言 他很有經驗 但沒有經驗 不是呀 他去那個PoletA玩而已 這樣就是 他這一次 其實好像剛才所說 其實說的是 就是白龍他在皇帝各方面的處境 以及皇帝各方面大概的情況 以及他自己本身 他希望做些什麼 即是帶出一個角色 他的角色 他的行動的目的 類似的會境 對 然後他們其實都順利 也不是很順利 正常地打 不過那個魔神就比較麻煩 殺過 是的 因為他大地魔神 因為他不斷無限分身 是的 他說喜有 有Marky過來幫忙 我又Lv1 我Lv9 然後又將他們分開兩隊 他到這裏 其實跟Mama的分野不算太大 雖然說之前剪了很多東西 等於就開始有東西改 還有這一節 因為一開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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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就 就說 森巴特也有七個 那阿里巴巴姆就只有一個 所以一開始就要更改 大家都會想著 可能是 我也是阿里巴巴吃了 不是啊 這個來了 孟娃有說過 阿夢很盡的 有沒有搞錯你有了我 這個 有沒有被人看的 那段話是沒有這段的 記住 沒有這段的 所以那時候看孟娃 我真的有 因為孟娃才在看 所以我也是 所以我知道 我們應該沒人 那動畫剪這段 沒有什麼就要期待 沒有什麼的 最終他就 在這個迷宮裡 選了白龍 其實因為剔除法 其實就是 都不完全是 他還有補充一件事 他說我的屬性 和你的屬性配合 因為他才用氣 是 刺功 其實這個也是很剔除法 功能迷宮 掉四個 一個魔力太少 一個Magi 一個已經有了 一個已經是割屬器使用者 就不可以 就不可以 拿走再拿 可以的 沒有說割屬器使用者 他已經說了 不行的 你是割屬器使用者 就不可以再拿 用一個簡單的說 一個是 什麼 怎麼說 很出名 一個是老闆 一個是有苦之夫 一個是他的幼女 剩下一個正常人 那當然是正常人 什麼比喻 那這一節 我之前也聽 M和日文說的 就是這一段 就開始 原創結束 因為 不知道他會不會做第三季 其實 是會的 我覺得 又是 因為這一節 後面還要再打一場 就是 黑金屬器 對 的戰鬥 還有外面就是 陳海健 被人打 其實黑金屬器 那個公主和騎士 其實是另一個故事 但是那個故事 是之後 應該可能第二 第三季才會做 所以 就不用說 不用說 不用說 你說他們的背景 對 背景 對 打完就沒有了 但是你說 我先不理 我簡單說一說 其實他們 算是接近攻略迷攻 那時候 即是攻略完 算差不了 那兩人 和那個 白魔星的面具 就出來 就跟他們開打 還有有些改動 例如說 白龍幫阿里巴巴擋刀 就被人斬了 那漫畫是怎樣的呢 漫畫不是 漫畫是白龍 才被人斬了 魔神 那邊的黑金屬使用者 然後黑金屬使用者 殘屬入了他的手 才被人斬斷 那漫畫 把動畫的東西搬到前面 就被黑劇斬了 因為這一段 其實會引致後段 說 阿里巴巴有兩股魔力 還有就是 阿辛巴達 他半墮轉的事件 這裏 動畫也有廣關 還有引致了少少 即是 劉沙淺說 跟阿沙拉健說 原來本身已經墮轉了 類似 當然動畫還沒做到後面的劇情 大家就沒有這麼熱明 他說什麼 你當他拋到引致 可能做第二季 類似 第三季 即是第三季 暫時漫畫月仔 應該還未夠群 怎麼還未夠 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你之後 都會 我們先說一句 先說一句 不要去那麼遠 他打鐵劍士 我覺得那裏 始終比較失色 他太快輸了 因為他趕著 他太大輸 他一輪快些輸 他要原創 結果就是 因為漫畫沒有的 就是阿里巴巴 墮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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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全原創的 他要做這集出來 所以鐵劍士 和公主 輸得太快 因為有一篇都輸得很快 你再說一句 因為漫畫那裏 戰鬥挺好看 他對他很棘手 但是 比較少一些 劍術上的比拼 大家會看到他在早期 第一季 或者第二季 例如 第一節說到 領主 最早的城市 和阿里巴巴 打完皇宮劍術 打了一會 場面很好 或者去到 武之團那些位置 都是不錯 但是 說到劍士那麼厲害 但是 他不是一閃流 但是他是一些很簡單的動作 那 有點失色 做不斑斑畫的那種感覺 那 巨大魔法那裏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整堆劍 扔下來 賭桂桶 其實就 你很難畫畫得差 或者是特別好的 正常表現 但是 問題就是 他輸之後 鐵砂劍士 他那種不似人形 那種表達 我又覺得 嘩 他是不是人 我知道 但是 他暫於是 你覺得他是作畫崩 還是 他維持不到人形 那種 比較難去定義 即 你是要畫到 他是成形 但是 你又不是畫到 是一種崩 但是他畫到 那種 好像水母 那樣 那樣 整件事就很奇怪 但是 Anyway 我覺得 你說整套東西 其實 那套路都會是 他用一個 即是用一個事件 他裡面包含了 其實除了剛才說戰鬥 其實他很多時候都包含了一些 所謂的制度 他對制度 即作者對制度的 衝突 你可以這樣說 矛盾 各方面的矛盾 就是他究竟是怎樣 即是他演繹出來 但作者是沒有試圖 怎樣去迫使這件事 他只是一個少年 第一次是少年 新地的年齡 取向 他比少年 MARK 即是少年 MARK 還要低 他的方向性 他遇到讀者 不會理解清楚 最後都是斥豬武力 去解決 最後 只要打得清楚 讀者可以收破 所以 作者想試圖加入 這件事 已經是一個突破 少年玩 不是青年玩 或是少年玩 他肯說這麼多 關於金融 政治 人物的衝突 他又不是太多 車輛有這個元素 去合作 其實 他也是以戰鬥為主 但他所說的 其實他是作為 一個小小的引指 令到這場戰鬥 你會覺得 除了武力之外 他都還要去兼顧其他 其實這個 我想他想說 所謂王的資質 王不是除了打得就可以 其實反過來用一個反 比喻 大家把火鳳聊完 文氣和打氣 反過來 把很多的文氣 變成打氣 很少的打氣 變成文氣 有一點點相似 當然比例上 絕對一樣 但其實差不多 那份量感覺 他會有這些內容 你把搞笑和文氣 混合 比例就會相應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 他跟 詹勒系的少年月曼 是一種 銀魂式 或者是所謂的 時下家紀討 那些少年魚血 那種搞笑 即是他在一個人物性格上 build up 他是一些很日事式的搞笑 某程度上 其實他的位置 是什麼位置都可以插 但是他跟人物性格就沒有特別關係 所以就不會形成一些很冒失的性格的人 或者變成一些個人缺陷 因為你說亞灣其實大體上 很多比較長篇的漫畫 我見到亞灣他們過了二百多環 就會開始走樣 應該說走樣的意識是什麼 無論是力量單位或設定層面 都會突然有追加新設定 不是 你們說是哪一套漫畫 你看看第一集和最新的那一部 連續是兩個故事 大致暫時 因為Marky去到大型180 我沒有記錯的話 現階段 其實他每件事件都拖幾長 所以他動畫化的量和分鏡是很大的補足 還有他就算到最新年載 都是戰鬥以來試圖 會用一些政治理念或立場去說服 即是會用理念上的交鋒 不會純粹打 你可以這樣說 Marky另一個好看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這個 無論動畫畫版 他會出一個新的地方 去一個新的地方 那個設定都會有一小小分別 當地的政局 即是你不同 就好像其實 其實少元樽是 偉大行路 島島不同 但是全部都是打人 全部都是很能打 當然你說 少元媽媽 Marky那些不能打 都能打 但是你說 他在裡面 你說 當然我不是踩one piece 這件事 沒有提過one piece 沒有 即是那類型 你去到每一個不同的島 他會有不同的 風俗文化 但是 在設定層面上 他又不會有好處 涉及政治的 即是應該說 有少少現實少少的政治 換個角度來說 他的島的風俗文情 不會影響到他的戰鬥 和他們戰鬥的目的 但是Marky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要王國腐敗 我們要改變成共和 我們要 前提就變成 我們不是要殺王族 我們只不過是要推翻王權 跟現在侵蝕我們的王帝國 如何去解除咬壽瓜 再統一 再團結一些人民 反過來 你可能說七海建樂 那邊七海聯盟 他們是一個自衛的共同體 那王帝國來打他們 如何去擋 如何去調查五國星的東西 五王星的東西 未出的魔法國 和其他那些 也有另外一些東西 當然 白龍去那邊 王帝國也有另外一些部分 其實他每個國家 他有回他當中的人 和政局的問題 去影響到每個人的行動 就不是一個單純沒有意義的打 應該是這樣說 不是由主角質出發 因為很多時候 你說很多少年文化的 其實很多時候是由主角質 那方面 是有個主角 我來踢館 那就打了 但這裏不是 他這裏最重要的是不同 國家不同地方 他的手法是 他先提出了這個國家 或者這個地區的政局 或者所有的形勢出來 然後去影響就是主角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很多的就是 就是無論漫畫或者劇 因為漫畫有些都做了 你日後那些 其實就是 很多時候 為何會 角色和角色之間會對立 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友誼 或者是他們的任何事情出現了問題 是他們身處的立場不同了 而引致到 你動畫版的 阿里巴巴為何會和阿里巴巴 即是他們的見面 不是說 你殺了我什麼 或者你踩到我的尾巴 我要報仇 他們不是這件事 只是說 我們的理念 現在我們身處的立場 變痛了 即是屁股他們就腦袋了 不是 當時的情況 他們不會先打鬥 他們會用一些方法去解決 都解決不了才會 所以 如果你說Marky他可以做這些事情 就是一些很強的敵人 也好 在某些時段都可以和你 去做一個聯合 去幫助你 會令到主角質 其實不會成長得太快 因為其實 很多 很多人 有人幫 有一個就是 主角每一次遇到更強的敵人 他就要 他就要開外國 他就要開外國 你不是說妖備 你要外國 就是開到最後 很多人 很多人 為何百多枚之後 就開始 超步走 因為 他移動得太快 你很難去做一個新的敵人出來 金澤敵是這麼厲害 下次出場 再厲害 下次一個超厲害 下次一個真超厲害 還有一個簡單的說法 就是 主角他們在戰鬥上 是鏡頭的主翼 但是在戰局上 他們是客將來的 他們不是主導的 是真正的大軍的人 他們是戰鬥的一個元素 不過是這個動畫 或者這個漫畫的作品 他們是拍著 戰場上最漂亮的那隊 站在那裡打 但是他整個局勢 他也有堅固 就不是一個 三角無雙式的 你一條人進去 所以這個會 你會看得比較舒服 就是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無論阿里巴巴 或者阿里丁 就好一點 阿里巴巴 那個實力的進步 是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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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進步過嗎 有的 有的 他是全身魔狀 他終於都學會了全身魔狀 有新招 記住在那裡做一百回事 但是最遺憾的就是 跟著他被人拾味道 哈哈哈哈 那三個主席 當然 沒有人給我 當然你說 他的脈絡上 我覺得這裡的好處就是 剛才所說的 角色不會承認得太快 還有就是 你不需要特意把那個力量 所以為什麼去到Marky 你說現在的設定 都不會有什麼大高差 因為 他將 全身魔狀 定義為最強的 能力 在 金屬器裡面 其實還要配極大魔狀 最重要就是 就算你全身魔狀 都好 最後你要 政治上面的交手 國家的交手 全身魔狀 不是特別太厲害的東西 同樣道理 未來會講到 或者其實 他們現在的動畫講 師傅都會講到 阿拉丁 他學師傅那邊 他是學水魔法的 但是同樣也都講到 朱大瑞 就是王大國的Marky 他是用冰魔法 你看到他有個屬性體系 在那裡 後來他會用 混合型的魔法 其實他就算魔法 他也中間會有這些 Combination 就像你的PSO2 轉職那些 所以這個就會令到 他本身 本身 他這樣有個系統 有個上升階級 有個好處就是 你不會突然之間 會有一個外掛式 當然你說 阿拉丁最外掛式 因為他是Marky 這個真的是固有的設定 大家可以接受到這個 主角 怎麼也會有1、2、3 不同的阿里巴巴那些 這麼悲哀 那些 萬年悲哀 還有就算動畫 其實他也有做這些 例如說 阿里巴巴不斷封魔力 封給他烏閣 雖然沒有鬼用的 接著會 半死的 發燒的 阿拉丁 他也有另外的七海見 教他 你魔力用完了 怎麼辦 淋油 對焦 吸收火 直接扯火 魔力 能量轉換 其實他會有提起這些 反映他們是主角 但他們不是無限MP的 應該說他都會 作者 都會去嘗試合理化 因為整個戰鬥單位的設定 其實整個戰鬥單位的設定 單純來說就是魔力 所以魔力的轉換流向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才會令到 像我剛才所說的設定 出來我們不會覺得太大壓 即是說 去到 finalize 整套東西去到現在 即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我真的挺 推介各位去看漫畫版的 其實 本身你說 他的角色 他的角色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不是很多時候 就是把整群角色 混合在一起 他很多時候 其實這幾個角色 每個角色都經常要分開 他們有各自自己要做的事 遭遇到不同的事 其實你會令到本身的世界觀 其實看上去 你真的會覺得這個世界很大 即是不同的 死神那些 死神那些 死神界不是很大 人間界都是只有個震 最好就是你每一次事件 分開了 你可以認識更多的人也好 而且你每一個時候 你記的角色不是很多 還有這套東西有個 作者都很 記憶力很好的地方 就是 適曉回收 即是他不會用完一次就算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一個王雅族裔那邊 最終其實漫畫版 其實是有拿出來 說他們會在歸左邊之後 唸白鷹 唸白鷹說我個弟弟 唸白鷹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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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姐成梦你照顧 你回到那些伏線 你會有任何關係 會爛分在一起 我剛才剛才說過 第一個鎮的奴隸和 那是王雅族的鐵面佬 然後馬上就說了王雅族 所以你說作者 在他做人的方面 其實他 那個連貫是做得很好的 很仔細的 所以我們都很推介 如果沒有看過 我覺得可以先看漫畫 不妨 但如果看了動畫 我覺得看漫畫 你會看很多 你會發覺好看很多 有些搞笑的東西 在裡面 你會覺得是挺有趣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看漫畫版 第二季的畫質是挺差的 不差的 始終不同 動畫始終很受制 就是這樣影響 而且 始終是 Husamaki 他有太多不同的特色 他不是一刀流大眼 閃了 不同的服飾 其實你都要去 例如說 他皇宮打得合成獸 那裏 也會很麻煩 我有一些作者 有提過 動畫組 只要不跟著這套 因為這套是阿拉伯世界 取材太複雜 他們未必肯做 所以他會害怕 很尷尬 今天我們先講到這裏 看看日後 看看他 可能幾百回之後 我們有沒有機會再講這套作品 以貴 我想明年應該有 好 我們今天時間到此 拜拜